哈喽,我是成功偷渡到欧洲的八一祖式板地匠 开篇先秀一个一发入魂的骚操作 这是怎么办到的呢? 是人性的扭屈还是道德的沦丧呢? 请收看《走进科学》系列节目之抽到SSR不是梦 UP主其实是连续好几天没有登录这个游戏啦 然后呢一登录呢就用系统性的十连抽免费券去抽了一下 没想到就又发了一个SSR给UP主呢 为什么是又呢? 因为上一次UP主已经用同样的办法抽到了逆海的SSR 这究竟是不是玄学呢? UP主其实更愿意相信这不是一个玄学 如果它是有迹可循的话 那么UP主就可以用它来造福大众啦 虽然说连续两次抽到SSR并不能说明什么 可能只是UP主最近真的比较欧吧 但是结合之前闹得很大的梦星湖事件 结合碟纸一直也来很喜欢操控这个SSR抽到概率的黑历史 UP主觉得还是有一定道理在里面的 首先咱们来看梦星湖事件 当时为什么早上SSR的概率会比较低呢? 是因为早上就来抽这个SSR的这些珍爱大佬 客厅大佬是不需要碟纸去操心留住的一些人 而中午和下午可能多是一些白漂党啦 或者对这个游戏不是很上心的人 提高他们抽SSR的概率 是有大几率留住他们 或者把他们扯回这个游戏的 同理如果说我们也很长时间不去登陆这个游戏 再上线的话 会不会碟纸就默认 其实我们也是一些若即若离 很有可能会离开这个游戏 所以很需要被挽留的人呢 会不会因此我们抽到SSR的概率会变大 就因为碟纸它会希望说通过这件事情 来让我们留在这个游戏里 提高我们的忠诚度呢 当然啦这一切都是up主的下扯的 所以呢还是不太建议小伙伴们课金去试 如果有免费试炼券的话 还是可以试一下的啦 好啦这期就到这里啦